有没有人坐骨神经痛 痛前面的 我知道他也是边上 你成长疼 那你还在成长吗 你不能说成长疼了 你这样西医不会不能 小时候 是喔 这还特殊例子 好 等一下就处理你好不好 你这样讲得太好玩了 从成长到已经成长了 还在成长 那这个好 有意思 好 那刚刚有一个成长痛的 已经成长到这么高了 那我们来看 你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痛 小孩 我是小时候贪良 然后我就有一天中午就特别热 然后我就睡地上了 然后拿了一个凉洗 我睡地上 出来以后 起来以后就特别疼 特别疼 当时去医院就给我打了几针 就没管 没管了 那时候才几岁 那时候才六七岁吧 六七岁啊 对 反正就一直疼 反正他们也说是成长疼 就一直没管 现在这里是木的 这两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边你看这样滑一下 这边是木木的感觉 这边是很明明的感觉 这一脚比较严重 木的感觉 是 那你已经成长成人了 那你没有去访问那个医师 我去医院也去过 他们给我拍片子 他们查不出来 他们查不出来 我开了一大把那个止疼片 止疼片 然后我也没吃 那到现在还在疼 那从六岁到现在 你几岁 我现在有四十岁 这是我遇过成长疼的最长的 成长的最长到四十岁还在成长 那这个医学你说荒不荒谬 你看 所以这个要拍摄下来 让台湾人也知道 成长疼可以成长到四十岁 还在成长 所以不要等待啊 有痛 所以我说医学常常是给你一个病名 那让很多人就是这样 无止境的等待 无止境的等待 等待到已经成长过了 还在成长 这种医学我说太不可靠了 然后对 然后我还是天气一暴 就天冷了我就会腿疼了 是 那你这里麻木是二十四小时的麻木吗 反正就是它已经麻木了 二十四小时 不是也不是二十四 反正它就是 有时候麻木 不那么灵敏了 但是它还是有知觉 就是走路什么都没影响 走路 就是你这个表皮啊 它没有这个敏感 哦 没有那么敏感 它随时摸都没有那么敏感 对 这个好不好治 不好治 不好治的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不好治 它认为好治的举手 不是二十四小时吗 它这个是二十四小时 因为随时摸都会麻木啊 等于它随时随地都麻木 但它说表层 我们这一套会不会担心二十四小时 不会 其实二十四小时一样可以处理 只是说它会比较慢 有时候不是立即揉完 它就立即改善 这样懂我意思吧 它这个应该算是二十四小时 因为每一分每一秒 只要它一摸就没有那么灵敏嘛 对不对 即二十四小时的状态 都持续这样的状态 没有说有时候就好 摸了就不麻 有时候摸了就特别麻 它没有这样 那就是那个状态是呈现二十四小时 一直持续着 这样遇到如果这样的状态 那就是属于二十四小时了 这样懂吗 所以我想它刚开始绝对不是这样 那就是一直被医学这样一路耽搁 耽搁到现在就变这样 那即使吃的药也没有从臀部解决 而且那些药都是什么 属于寒药 对 那你这里会冷冷的感觉吗 还是只有麻木 这边是木的感觉紧 它非常紧 比不像这边松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比如说我一按腰这里 它这里就会抽到这里疼 就会很疼 腰会不会疼 腰就是反正是很酸紧 腰也酸 是吧 就是你按这个腰筋这里 这有一块筋 它就会串到这儿来疼 好 来 你按腰的时候 按这里它就会串到这里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在揉这里的时候 揉这里的时候 它会对间椎影响 对不对 那间椎会影响臀部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拉扯的力量 所以间接也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也感觉在拉扯 那真正影响到它这里的 是其实就是臀部 那臀部之前如果早期 它六岁的时候知道 那就很简单 那绝对不是24小时 直接就从臀部 这一条线切过来 就解决了 那现在它还有一个问题就 你腰也是在酸 对不对 对对 那腰酸 它的问题是在上面吧 你看他们都穿 今天都穿这种 要注意的 也就是每一步都要注意的 那这个就是 如果它这里腰 腰这里痛对不对 那就是这里也要处理 那这里的问题 我们就解决这里 我们先从这里解决好不好 我们再来看看 反正你也那么久了 我们再 那这个它已经 这样算是时间也蛮久 那也接近已经算是快 应该算24小时 但有些24小时揉起来 还是会怎么样 有改善 会有一点程度的感觉 有些啦 那就看每个人的造化 我们先揉揉看再说 像我放的片子 那个小孩子也是24小时 吸收放弃了 揉完三个小时不一样 那我们就来看 它也是这种裤子 今天来了大家都 用一些比较来考验我的 你是哪一腿比较严重 这个是绝对不能碰 这个就稍微拉 没关系 这一脚 好吗 这个是不是疼 你稍微忍一下 你这个应该是蛮久 也蛮深的 这里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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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疼 都疼啊 这里最疼 这里最疼 那太好了 还知道疼就有救啦 如果都麻木了 都没有知觉了 我就难过了 我帮你多揉几下 你稍微忍一下 揉完明天会稍微痛痛的 这里是不是也疼 这里疼 我左手比较没力 我翻过来是用右手 是这样 这招光碟里面没有 好 疼了哈 好 要不要揉很久 不用 这一套即使管它几年 我们都不管它 有效就有效 没有效你揉再久也没效 我再帮它舒缓 这样舒缓可以吧 这样就比较舒服了 好 好 这按下去有根筋一直通到那个 通到哪 有一根筋通到脚踝 真的喔 那跟我们的原理一样 所以它一路通到这里 所以这里本来就是管到脚踝 好 你是我遇过 里面成长痛最久的一个 这个要拍摄下来 我以后讲课当教材 以后我就告诉大家 有一个成长痛到四十岁还在成长 这个案例 谢谢老师 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好像是轻松了 就是说以前刚开始是绑住的 之前是被绑得紧紧的 现在就是说松绑了 这里感觉松绑 这里有没有稍微松绑 这就是松了嘛 这里有松 刚开始是紧的 刚开始是紧 有松 麻木那个感觉呢 木木的感觉 麻木的感觉还是在 麻木还在对不对 所以麻木它是属于什么 二十四小时的状态 所以我刚刚就讲了 这个二十四小时遇到就是要迁徙 这也没办法 那紧奔它有改善 但是麻木还是存在 那个就是已经呈现二十四小时了 那这个可以慢慢揉 说不定时间怎么样 久了 温敷时间够长 这情形就可以改变 所以二十四小时不是说绝症 但是处理上属于什么样 难治 难以治疗 大家以后在辩证上就清楚 那这样揉完 你那个腰没有改变 这个又松了 也比较松了 对不对 没有那个酸症了 比较没有 然后这边是特别松了 刚开始这边是紧紧的 是 对 然后这个发热 是 发热 这个有松 紧改善 就是 对 就是还是麻木麻木 对 木的还是 木的还是 那你这里可以多温敷 温敷 就是它还是以臀部引起的为主 那我觉得你如果不介意 如果能够当教材是最好 以后我再讲成长痛 你不一定要让人家看到了 就是成长痛 你看医学我在最批判的就是这样 他给我们一个医学名称 那成长痛就一直等待 无止尽的等待 这个是不对的 好 谢谢你 谢谢 我上一期也是一个成长痛 小孩子四岁 他说他的小孩子四岁 就被西医说他成长痛了 哇 我 我 还好他有来学 回去我相信很快应该 他的儿 他的孩子就可以处理好 那如果我没有这一套 你看四岁 以后或许会走他的路 对不对 你看到二岁不一定会好 现在已经证实了是吧 所以这个医学我说太可怕了 是一悟病情